Hello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又進來看我的影片 今天非常興奮 因為我會拍一個 噢 正未必 最上一次我拍這個影片已經是 有時候在街上已經開始有人跟我說 小小就看你的影片了 很窩心的這句說話 Auntie you're getting old 這麼久沒有拍 是時候要拍一個updated version 都有點緊張 這個包包都真的很貴 人生第一個 Hermes 不要judge 先聽我解釋 我沒想過自己會入坑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的心態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人們要這麼貴買手袋 而且不是你給錢就有得買 入坑的朋友當然知道我在說什麼 不明白就不明白 明白 你就很明白 你明不明白我說什麼 今次這條影片就不是主要想分享 我是怎樣得到這個bailbail 而是bailbail裡面有什麼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我的經歷 你告訴我 我買一個這麼貴的包包之前 都會上網做很多research 上baby kingdom爬文 上youtube看很多影片 不過香港的youtube 就不算太多人說這類型的topic 但我又很想看 介紹一下這個包包 它是lindy 26 gold 在我的手袋裡面 比較少有這隻色 但它是很經典 而且非常之意襯 我第一個買這個牌子的包包 我想選一個很實用 很多機會會用到 買貴東西有分兩種人 第一樣就是買完不捨得用 當是收藏地擺到 第二種就是好像我這些 付了錢 我要有很多很多機會用到 我才會買貴的 而這個包包包有很多空間 裝了很多東西 又有兩種不同的背法 通常我都會這樣背 它的款式又不會很合太 因為我平時穿衣服都很兮 另外你可以這樣背 不過我就比較少 好 看看裡面有什麼 電話 iPhone 11 Pro Max 這個電話其實很有回憶 所以我不介意它舊款 那年這部電話新出 要預訂 我很記得是9月20日 歐山那時候都叫做 發工 學索迷來的階段 通常那些男生 會找很多機會去見面 然後就找藉口 說陪我拿電話 拿完電話要做什麼 回家入資料 然後就 原本了 這個有充電的電話殼 現在已經停產了 但我覺得它非常好用 如果尿袋要分開充 我就會常常忘記了充 他們新出了這個磁石充電 取代了它 你可以用回自己漂亮的殼 猜中了你了 整個袋最有興趣 最想看 莫非呢這個化妝包包 其實我以前很少帶化妝品出街 補妝或者化妝 因為現在住得遠了 交通時間長了那麼多 趨勢中我呢 經常都要帶點東西出街 旁一下身 這個袋是不是很可愛呢 Walk Up Like This 和Bizzee B的合作 刺繡的logo挺可愛 所以如果大家買了 都不要丟這個袋 因為這個放在手袋 用其實超好用 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我自己的牌子 我不是專程的 自己有製造產品 自己會用回都是很正常的 Walk Up Like This SPF Sprinkles 當初研發它的時候 是因為發現很多女生都不保防曬 出門口之前 全天都不再補 很難的 其實 難道你化了妝 還要帶點濕的東西進去嗎 這個就有一個掃 出街補妝 補妝不完 也很方便 然後呢 就是一個Spray 這個是Skinny的Just Toner 之前在自己店舖做Facial的時候 美容師就說我的皮膚都挺缺水 她就說 有空帶點Just Toner 可以噴一下 你看多乖 這個就是主角了 就是我們最近新出的遮瑕膏 遮瑕膏好像是你們要求要做的 很久之前在IG有個Q&A 問大家如果我們想做一些新產品 有什麼意見呢 很多人說遮瑕膏 外面這麼多化妝品牌 怎麼可以脫穎而出呢 最想做到的 吾傷皮膚 英文名叫做Earthy Mineral Concealer 無重透氣消炎遮瑕膏系列 這次我真的不是誇張 這個遮瑕膏真是祟福人民 整個配方都不是一般以往的化妝品成份 純素 沒有石化產品 沒有鴿醋 沒有酒精 沒有香料 沒有矽膠 外面大部分的遮瑕膏 都有以上的物料 塗得遮瑕膏 都是你的皮膚發炎 暗瘡 你才會想遮瑕它 但你再塗那麼多有害物料 你只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這個遮瑕膏 對皮膚真的沒有負擔 因為連它的顏色 都是天然的礦物出來 我想它的質地 好像在塗護膚品 你幻想一下 你一邊化妝 一邊塗護膚品成份的東西 美國做的 裡面用的料全都超美 有透明質酸 Squalane 八角提取物 燒然 如果你有暗瘡那些 我們總共出了三種顏色 這兩種就是我最主要會用到 首先是stone 大多數不是太白的朋友都適合用這個 不過有一個很中肯的事實 就是它的遮瑕度不是超級高 淡淡的抖印暗瘡可以遮瑕 但一些很嚴重很深很紅的印 就要用一些有力的遮瑕膏 我們的遮瑕膏主要是給一些喜歡透薄自然妝感 沒有負擔 毅素顏的朋友用的 淺色這支sand 好喜歡這個 它的質地好像一支skin care serum 鼻這些位置都不會一塊一塊 做打亮是超好用的 我最喜歡放在鼻這個位置 做一個highlight 然後會帶一支眼線 然後有支眉筆 安astasia 用了很多支 超好用的 然後潤唇膏 就有這個glossier的rose.com 其實我每個手袋都一定會有一支潤唇膏 但這個質感都很滋潤很厚 細細版的防曬 我們出這個sunfluffBB size 都是方便大家帶出去 唇膏 五種顏色裡面都是最喜歡lokonude 這個就是volt和busybee一起合作 做的hand cream 有時候我都很討厭自己 為什麼可以這麼多手殼 經常都很黏黏黏 我是一個會做家務的人 拖地抹地洗碗 有時候做得多這些 手真的會很黏黏黏 難不免都要塗些hand cream 女生的手很重要的 我跟你說 我們做這個hand cream 不用擔心 是超水超薄 外面的hand cream 都是很厚很wax 除非你的手真的很乾 但我這些手汗怪 相信我 很難會找到一支 那麼水性塗上手 那麼舒服的hand cream 猜到你了 以為我會用那些很basic的滴龍 我這個牌子在香港的網站訂的 這個是玫瑰味 最重要是這隻用完不乾 我平時都不是那些特別喜歡照顧人的人 我一有這個 我就好像mama bird上身 跟朋友吃飯前要立刻show off 你們有沒有hand sanitizer 用我這個 不知道不應該不斷讚美它 因為這個香港是沒得買的 my best friend 我也不知道我們是不是best friend Erasa買給我的 它很有趣的 好像一個藥丸 但它那種薄荷 又不是那些爽浪 金桑紙 拿到你好像滴了白花油 進口裡 又好吃 又可以refresh一下你的口 浮魚白爪夾 以防萬一 可能那天頭髮很醜 夾起來 然後銀包就是用Bottega Taiwis的聖誕禮物 生日禮物 有位置我都不怕塞到的口罩 這個牌子是protector 這個顏色是最最最最喜歡 更膚色 戴了之後很低調 非常之容易襯衣 真的很喜歡他們的口罩 太陽眼鏡呢 最近就是這副 但我一買回來 就已經歪歪地了 其實我要去眼鏡店教 在Nada Porte買的 不知道前排減價還是什麼 覺得很划算 這個一定很多人會想知道 就是我的菲林相機 價錢 reasonable 但出來的效果也很好 有時可能一卷菲林裡 有一兩張會勾付 因為貴起來 成萬元那些 我覺得我不需要 還有我自己覺得 你拍出來那張照片的效果 質感 顏色呢 最主要是取決於卷菲林 而這個是我唯一唯一會用的 我都試勻了好幾隻 Fuda 48 我喜歡那些顏色 它那個一粒粒粒粒粒的質感 剛剛好 然後還有一個 小小的塵袋 我不知道 有時候出去做事 可能要脫掉一些飾物 耳環 我整天脫掉了就會不見 I learned my lesson 然後還有帶了這個 card reader 是薄落手機 插張SD卡裡面 它馬上幫你 把照片放在手機 非常之方便 最後就是 我的奢侈 壓軸出場 就是這個 很漂亮很漂亮的水瓶 這個是Tonia給我的 是玻璃來的 除了漂亮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形容詞 如果以我剛剛要帶那麼多東西 再放在這個水瓶 這個袋子會有少少關閉 不過這個尺寸 普通放水瓶 是絕對沒問題的 戴上把傘也還可以 所以我都很滿意這個袋 顏色又漂亮 款式又經典 又實用 又裝到東西 是價錢 貴了些 今天終於排這個 What's in my bag 希望大家今次喜歡我的分享 多謝大家今次收看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了 Bye Bye D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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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